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学者们读的都是什么 听他们从中获取什么 1949年 前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实行了一项土地政策 这项政策规定 在地主与农民的分成中 地主分成不能超过37.5% 经济学者通常认为 在政府硬性约束下 农产品产量不会提高 但在台湾 这项政策让台湾次年的 农产品产量急升 1966年 这一现象引起了 经济学者张武昌的注意 六个月后 张武昌由此推导 并完成了现代合约理论基础之一的著作 电农理论 他是香港人 那么他在美国 读的经济学 获得的博士学位 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个 当时比较年轻的一个成员 当然他确实对 科斯教授理论 有比较深的理解 那么当初他去 芝加哥大学去找科斯教授 当时科斯教授还并不认识他 然后就听科斯教授说 请进 然后他就进去了 进去后呢 科斯教授在那看东西 没抬头 说你在干什么呀 他说我 向你请教问题 科斯教授说 还是没抬头 说你读过我的文章吗 他说读过呀 他说你知道我文章 主要讲的什么吗 他说合约问题 这时候科斯 抬起头看他 站了起来 说请进请进 就是科斯教授 他想说的问题 一般人是不理解的 但是这样一个年轻学生 去了 说中了他的问题 他就会另眼相待 我听说张武昌教授 一些传奇经历 比如说他这本书 您为什么要给大家 推荐这本书 这其实奠定了他的 这个 学术地位 学术地位 他的理论基础 那么他这本书和 七十年代 他发表过几篇论文 那么当时主要是在 法和性学杂志上发表的 这个杂志当时是 科斯教授做主编 那么堪称第一流的 学术著作 那么我的评价是 就凭这本书和那几篇论文 他应该获那本讲 这本书 主要讲的是有关 合约的理论 这个合约呢 是一种制度形式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契约 那么张武昌教授一般 会称它为合约 是吧 这个合约其实比契约更好 是吧 合就是合作的合嘛 合约 这是制度经济学研究的 一个分支 因为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出来以后 那么有几个分支 一个分支是产权理论 那么这个产权理论呢 应该说就是 比较显而易见 就是因为科斯教授 在讨论制度的时候 首先讨论是产权制度 那么还一派呢 是所谓交易费用经济学 那么我也讲过 交易费用实际上是 新制度经济学 比较核心的概念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 非常普遍的 这样一种 这个制度形式 就是合约 那么我也曾提过 就是交易在人类的 社会的发展中 在人类制度变形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合约就是 交易的一个凭证 就是交易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在研究交易的时候 我们要想研究 能够看得见的交易的条件 或交易的结果 我们就要看合约 所以对合约研究 实际上是对制度研究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也介绍过 科斯教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由于交易费用是正的 那么所以 不同的制度它的效率不一样 产权是重要的 那么同样我们可以说 合约是重要的 那么什么叫合约是重要的呢 就跟产权重要一样 就是不同的产权 会有不同的行为 会有不同的效率 那么不同的合约 也会有不同的行为 也会有不同的效率 那么改变合约 也是制度变迁 所以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就是如果我们研究制度 只研究产权 不研究合约 我们缺了很大一块 是吧 其实人类社会可能 在相当长时间 可能产权制度没有变 产权的交易也不是那么频繁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 这样一种交易 人和人之间的签订的合约 就是日常 经常发生的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普遍的经济现象 所以你要把它忽略了 你要不去研究 那么这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缺憾 所以我说 就是在研究题目上 它这就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得出的结论 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不同的合约 它可能会导致 不同的行为 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那么这个结论 你看很简单 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武昌教授的这个理论 可能特别容易 或者特别好的 能够解决中国的农业改革 比如说我们在 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 中国农业的情况 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农业的情况 是集体所有制 是吧 但是呢 是对为基础 三级所有 是吧 然后我们当时就要进行农业改革 但是农业改革呢 你如果是要去改变产权的话 那么在当时几乎没有可能 就是在那种人民公社的这个体制之下 对 所谓对为基础三级所有 就是指的生产队 生产大队 人民公社 对 是这三级所有 对 那为什么说 您说直接改变产权 是没有可能的呢 我们要回到当时那个历史背景下 我们刚经历了毛冬时代 毛冬时代呢 是经历了这样一个农业集体化 这样一种过程 那么当然其中有很多反复 但是呢 毛冬一直坚持这样一个 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 经过这样一个毛冬时代 那么这种所谓 集体所有制 在人民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 那么它有很强的 预行这样一种障碍 那么所以你要说 我们把集体地分了吧 那么在当时上是 政治上是不可能的 是实恶不赦的 对 实恶不赦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些口号 就像什么 您要资本主义的草 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什么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把你家里头养的鸡 养的猪都不许养 不许什么 就是那么一种时代背景下 对 是吗 对 所以呢 就有另外一些改革的思路 一个思路就叫承包制 这个承包制在六几年 曾经提出来过 就是在大饥荒以后 其实提出来过 有些地方曾经试行过 但是毛冬可能犹豫的一阵 最后还是反对承包制 所以这样一种提议 其实就没有坚持下去 但是这种提议 他有他的在政治上 在意识形态上的可行性 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农村工作部的 这个邓子辉 那么他提出来的 他提出来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我的这样一种 这个包产到户的制度 我并没有改变集体土地 所有制的性质 只改变了分配方式 那么也就是说 给农民或给队里规定一个 要上交工粮的这样一个指标 那么比如说一个村要上交五千斤 那么你给一个固定数 这叫包产 那么当然这个产业可以包到 每个农户中去 那么每个农户 比如说上交二百斤 那么上交完了以后 剩下的都是我的 那么它会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就很大的 就是说农民就有机器性了 因为如果他努力 那么原来他可能生产 三百斤粮食 如果他努力 他就生产四百斤 他可能生产五百斤 就跟我们在制度地里 看到的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新增的部分 全是他自己 他是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 当时农民就是在制度地里 有更大的积极性 而在集体地里就模样工 那么很显然 其实这是个调动 积极性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解决问题就是农民 有这个积极性 那么这种改变是什么呢 这种改变不是产权的改变 但是它是合约方式的改变 它叫做固定税 或者叫固定地租的合约方式 就是说假如这土地是你的 是国家的 或者是对立的 那么没有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合约 叫做固定地租的合约 而在之前的合约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你无论生产多少 我给你固定工资 就是你要知道当时的 中国农民是什么 就是有口粮的定量 就是男劳动力 比如说每年三百六十斤 女劳动力每年三百斤 男方可能更多一点 那么这叫固定工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给你固定工资 然后你生产的再多 那全归我 归国家或者归队里 那么你想这样一种制度 那么对人的机器性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因为我再多生产 那是别人的不是我的 你只给我三百六十斤 是吧 你多多少斤 对我没有任何帮助 这是另外一种合约方式 这叫做固定工资的合约 那个叫固定地度的合约 那么现在我只是从 固定工资的合约 变成固定地度的合约 那么这是个合约的改变 其实这个合约的不同 会带来这个效率的 结果的不同 我记得我当时 在农村插队的时候 经常会每年到秋天的时候 那个各级的干部 从县里到公社到大队 就都下到生产队来 评估这个产量会有多少 然后反满产失分 反满产失分是什么意思 就是您刚才讲的 因为我只能拿固定的 一年三百六十斤 剩下多出来的都会被拿走 那么这个时候 生产队的人和这些社员们 他们就愿意把这个产量 报得低一点 然后大家就可以分得多一点 但是呢这是不能允许的 所以就要反满产失分 因为劳动者想要多留一点 而上边的人想要多拿走一点 因为这是他的政绩 那种矛盾其实是挺 对人的心灵的那种影响 都挺大的 我们虽然只是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心里边其实也挺不是滋味的 一方面吧 我们知道这些粮食是怎么产出来的 我们同情农民 希望他们能多分一点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受到的所有的教育 都是一大二公的那种教育 我们又觉得这满产失分是可耻的 就是那种心里边的那种思扯 其实弄的人是挺难受的 那您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 原来其实它是两种不同的那种合约方式 其实那这种不同的合约方式 其实它也是一种制度上的不同 是吧 对 所以就是我们强调就是这一点 就是合约就是一种制度 只不过呢 这种制度的变迁呢 会被人们忽略 会被人们低估 就是总以为要制度变迁 就是一个产权制度变迁 而低估了这样一种合约方式的变迁 所以呢 就是我为什么强调说 张武昌的这种对合约研究的重要性 那么对合约研究所得出这些结论的重要性 那么其实就从这件事情上就能看到 就能够看到的 因为当时实际上就是 首先产权制度变革就不可能 那么甚至合约方式的变革 也遭到过挫折 就是邓紫辉实际上 他就是他曾经两思面见毛泽东 提这样一个建议 但是都被毛泽东去这个否决了 而且毛泽东后来还特别不高兴 说邓紫辉训了我三个小时 是吧 等等等等 那么他很不高兴 那么所以呢 就是当时在这个七八年以后 就是八十年代初 重提包产到户的时候 当时还是有阻力的 但是这个阻力呢 比毛泽东时代要小得多了 是吧 就是他其实包括了很多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说 政治领导人发生变化了 像邓紫辉他看到毛泽东时代的弊端 那么他也有很多的 有关农村的经验 那么另外呢 就是这个 邓紫辉后来去世了 邓紫辉的副手 就是顿生 顿生继续高举包产大户的大企业 那么继续到这个中央高层 去提这个包产大户的建议 那么而且呢 当时有很多非常明显的 有关农村情况的经验 那么也就是说 农民他在最多地里 种的粮食 要数倍于 就是产量 亩产要数倍于 这个集体土地的 那么农民实际上 在这个集体土地中 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 整天泡在集体土地 是不需要的 那么这样的 非常坚实的事实 这个中共高层 当然都知道 那么另外还有一点什么 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毛冬时代 其实是 这个政府和农民之间在拉锯 就是说 你政府想多拿 你想多拿一点的时候 农民立刻就有反应 那么当然最惨烈的反应 是三年饥荒 就是你想多拿嘛 你把全拿走了 那我就不种粮食了 是吧 然后大家没有记性 当然农民也付出了 采中的代价 但是呢 这个政府 他也吸取了教训 他也不敢 从农民那里多拿粮食 所以最后形成了某种均衡 这种均衡就是说 我每年从农民那点 拿多少粮食 有个固定的树 他不敢轻易地增加那个树 是因为 这个三年饥荒的 那个教育太深刻了 所以实际上 它是一个固定的树 它实际上 对于生产对来讲 已经是一个所谓的固定地租 和固定税费了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政府来讲 就是 其实你在搞这个包产大户的时候 对政府一点损害没有 而包产大户 我就是以这些年 比如说70年代末 这些年平均每年 上交工粮的数位基数 那么然后就分配到各个队 分配到各个户 那么这个对政府来讲 一点损害没有 但是这样一种变化 就肯定带来 农民积极性的巨大提高 就会带来农民的行为的变化 这个变化就是 他们就会把在地理地里的 那种努力 那种积极性 放在了承包的田上 农村的情况就改观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 但是引起这个变化的 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叫做合约方式的变化 我曾经说过 你要想搞产权变革 可以 那肯定要流血 但是我要搞合约方式的变革 就人不知鬼不知 我们真是不能忘记 这种人生是中国农业改革之父 是吧 当然他非常谦虚 他说我就是个意见搬运工 他说我就是把农民的意见 搬运到了中央 但是也很了不起 因为在当时那个启治下 农民的意见搬运不到中央 但是这种人 他是坚持这样做 因为邓子辉 曾经是因为这样的事情 受到迫害的 是吧 但是他们还是坚持 所以他的功劳 真是应该让我们铭记的 这件事情应该是 从安徽和四川开始的 是吧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 所谓标志性事件 标志性事件 但是标志性事件不一定是最早的 即使在毛东时代 其实很多地方都在这么做 只是私下这么做而已 都在私下这么做 只不公开说而已 也可能比如说四川 当然可能一直就有这样的一种 这个私下 这个搞包产当户的这样一种传统 是吧 那当然如果哪些地方有的话 一定是和当地的这个领导 是有某种宽容的态度有关的 正是比这样的 正是比这样的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发展经济 发展生产 其实这是应该是最根本的 电农理论 以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 对分成租电制度做出了新解释 书中观点解释了中国农村改革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实质上是合约方式的变革 合约方式变革在其他领域 有哪些应用 具体利弊如何 学者说书 盛宏说电农理论 下期节目继续解读